博佑基金会几何第二章三角形 2.2节SAS三角形全等定理 例题2.2之五 我们呢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这个是这一题的图形 然后题目说呢 三角形ABC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ABC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然后AB等于AC 所以这是一个以ABC为两腰的等腰三角形 然后AD是角VAC的角平凡线 AD这个线段呢是角VAC 是这个角的角平凡线 然后若BD等于5 BD这个线段等于5 则第一个问题 角ADC的角度是几度 这个角ADC这个角几度 第二个问题呢 CD的长度 CD这个线段的长度是多少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一开始题目说 三角形ABC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而且呢是以ABC为两个腰的等腰三角形 好题目说的哦 好来AB等于AC 好然后ABC这个三角形 ABC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是以AB跟AC为一的等腰三角形 那这时候就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了脚 VAC是这个三角形的什么 顶角 好 脚VAC 这个角 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顶角 好等于三角形的顶角哦 然后题目又说 AD是我脚VAC的角平分线 刚刚说过脚VAC是顶角哦 那AD 把我这个顶角VAC平分 所以这两个角是一样的 这个是脚平分线 好那这时候就出现什么 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ABC 然后AD呢 是我的顶角 VAC 这个顶角的角平分线 那我们之前学过什么 还记不记得定理2.24 告诉我什么 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顶角的平分线 怎样 是不是会平分底边 VC 而且定理2.25 告诉我什么 等腰三角形 顶角的平分线 也会怎样 也会垂直我的底边VC 好 这个是 解这一题 我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定理 一个性质 我们把它写在旁边哦 好 它是说 等腰 定理 二点二之四 它告诉我 告诉我什么呢 等腰三角形 我的顶角平分线 会怎样 它会将我的底边平分哦 我会 平分 底边 这个 等腰三角形的底边 另外一个 定理 二点二之五呢 它告诉我什么 它告诉我 等腰三角形 我的顶角平分线 也会怎样 它也会垂直底边哦 好 所以 根据 定理二点二之四跟二点二之五 告诉我什么 等腰三角形 顶角的平分线 它会平分跟垂直 所以它会垂直平分 我的底边 BC这个边 好 再说一次哦 根据定理二点二之四跟二点二之五 我知道 等腰三角形 顶角的平分线 垂直平分我的底边 好 所以根据这个 我得到什么 垂直的话 这里是90 这里也是90度 对不对 然后 平分呢 平分告诉我什么 是不是 VD 就会等于CD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 这一题 解题 最重要的 一个观念 好 等腰三角形 顶角平分线 垂直 平分底边 好 所以我们现在 就根据 这个性质 来解 这个题目 好吧 来 第一小题 叫 ADC 它是几度呢 来 叫 ADC 是不是有90度 对不对 是不是就等于90度 那什么原因呢 刚刚是不是讲过 三角形 ABC 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底目说的 而且 AB等于AC 是 两个腰 所以 我的脚 VAC 就是 这个脚 就是顶脚 再加上 AB 平分的 这个顶脚 所以 定理 2.25 等腰三角形 顶脚的平分线 垂直 垂直底边 所以 AD就垂直 BC 所以这个脚 ADC 就是90度 好 那我们就把我的 理由写上来 等腰 三角形 我的顶脚 平分线 垂直底边 垂直底边 所以我第一小题 我的脚 ADC 就是90度 好 那接着 第二小题呢 他问 CD的长度 多少 CD 等于 多长呢 来 CD在哪里 CD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根据我刚刚得到的 CD 是不是跟VD 一样长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根据定理2.2之4 等腰三角形 顶脚平分线 平分底边 AD AD是脚 VAC的脚平分线 那脚 VAC 是这个 等腰三角形的顶脚 所以他的平分线 会平分我的底边 所以CD 就等于VD 好 那CD 是不是跟VD的长度 一样 对不对 那题目又告诉我什么 题目是要告诉我 VD 等于5 对不对 所以VD 它等于5哦 那CD跟它一样 那当然 也是5 对不对 所以CD 等于VD 长度 都是5个单位 那我们现在 也将我的 条件写上去 它就是根据定理2.2之4 整腰三角形 我的顶脚平分线 我会平分我的底边 那再加上题目告诉我的 VD等于5 所以CD等于VD 都等于5个单位长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根据了 定理2.2之4 跟定理2.2之5 等腰三角形 顶脚的平分线 垂直平分底边 那完成了这一题的 两个答案 那记住哦 讲这一题 一直重复这两个定理 表示这个定理 非常的重要 同学一定要记住 再附送一次哦 等下三角形 顶脚的平分线 垂直 而且平分 我的底边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